开放硬体S2A 使用EDU2016里面 假设你要执行开放硬体 那我们有很方便的连接程式 连接程式 那首先你的韧体必须协议 协议完成之后 你做连线 你只要选择你的连线方式 USB0或者 蓝牙 如果你前面都做完 像我们现在是用USB连线 点它选确定 那你的韧体是对的状况下 它很容易就帮你把连线方式连上去 让你看到这一串Ctrl-C 这个时候就已经连线成功 这时候这个视窗不要动 请你说到最小或者不动它 连接开放硬体 那这样子 这个时候 连接成功 你直接执行我们的 开放硬体 Squatch2的 那你点选更多积木 它就已经连线成功 这绿灯就表示连线成功 这是S21的连线 当你把这个程式关掉 它就会变红灯 S21开放硬体 它使用的是Arduino 那你要做的动作 刚才讲的你的韧体要对 它的韧体是 是哪 Arduino ID 项 后 Ball,那我们是UNO的板子 然后我现在是UNO的板子 那我基本上我们是支援所有的Arduino的板子 写入的是UNO的板子 没有看到红色的字 或者你看到这英文字DOWN UPLOAD 这样就写入成功 基本上Arduino IDE是可以转成中文界面 那因为使用的英文字实在不多 也鼓励了 因为未来这一块 如果你真的要执行Arduino IDE的时候 你看到的基本上是英文字居多 你改成中文界面 如果要改成中文界面 在Performance这边 去选择 它就会是中文界面 这边我们还是不建议你做 调整中文 你看到很多文件 它还是英文界面在跟你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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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